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有更多年轻人对手机应用的开发感兴趣 不只是学习编码的孩童增加 大专学服也提高了相关学科的入选名额 华为在失去安卓的支援之后 宣布将推出自家操作系统鸿蒙 这会给应用开发市场带来更大的挑战还是新机遇呢 记者李一华为你探讨 12岁的颜凯杰 两年前开始学习编码 目前已经学会如何使用专业编码语言 Python编写简单的数学游戏 我是发现到现在社会呢 那个工作到多数都是跟那个编码有关的 所以可能给孩子一个编码的基础会比较好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明白编写程序的重要性 它不单单只是教小孩如何编码 而是训练他们的思想逻辑 这所编码学院为4到6岁孩童提供基础编码课程 学生人数短短两年大增5倍 那这套系统结合了电路音乐和编码的基本原理 那他们未来要学习更艰深的应用程序开发 也比较好上手